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使得美国各大学与所属研究机构高达36万名来自大陆的各类研究人员前景堪忧 有分析指出 此举对中共军方和科技界打击巨大 此前的剽窃之路怕是走不通了 当然 肯定有无辜被冤枉的学生学者 但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到如今触目惊心的地步 每个留学生都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 据东森新闻30日报道 中共驻美食馆30日发布紧急通知 将安排符合条件的留学人员搭乘国航班机从华盛顿返国 通知内还特别提醒这批留学生加强自我保护意识 指近期有多名中国公民在出境时 被美国海关人员长时间盘问 并检查随身的手机 电脑等电子设备 甚至有人的设备遭到扣留 尽管中共并未解释派出临时班机的原因 但就在使馆发布通知前 白宫刚刚宣布从6月1日起将禁止部分中国大陆留学生和研究人员入境 两件事情必有关联 据中国时报30日报道 白宫认为中共广泛地利用留美学生学者通过各种手段 获取美国的敏感技术与智慧财产权权 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因此限制所有与大陆军方有关联的研究生与研究人员取得签证 该报道引述纽约时报指出 大陆是在美国继留学生的第一来源国 目前约有36万名大陆留学生在美国就读 虽然此次受影响学生数目只占总数的约1% 但却是美中关系数十年来首次整批大陆留学生遭美国驱逐 该报道还引述BBC指出 美方并没有公布受影响学校的名单 但与解放军有关的高等院校多达40多所 目前还不清楚 这些与中共军方关系密切的学校是否也在紧缩签证政策范围内 但上周美国商务部将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加入实体清单 禁止其在未得到美方批准之下进口美国技术 据该报道美方就这一签证政策研议多时 与近日港版国安法无关 该政策不仅直接影响数千名大陆留学生 还可能使未来的大陆留学生对美国望而却步 尤其是那些来自中共官员家庭的孩子 美国国会最近也提案禁止中国大陆学生 在美国理工科技类的大学内研读博士或硕士课程 理由同样是大陆留学生从事间谍行为 会影响美国国家安全 川普发威了 中共官员傻眼了 川普要制裁与港版国安法有关的中共官员 这几乎和每一个中共官员都有关 很多官员本身就是人大代表 他们举手表决通过了这项恶法 即使不直接相关 再下一波可能就相关了 哪个没隐瞒过新冠疫情 美国对中共官员的一系列制裁拉开了序幕 最担心的还是来了 一篇网络热文写道 中共高层肯定在等川普的讲话 不懂英文可能不会看直播 但会让秘书们及时观看 实时送来翻译稿 在逐条核对反复推敲真正的含义 当然也会调动不少人去查美国的相关法律等 推测美国可能采取的实际制裁动作 工作量惊人 估计不少官员睡不着觉了 很多官员恐怕更睡不着觉了 他们担心对个人的制裁会不会落在自己头上 家人和财产在美国的中共官员应该是大多数 这下可提心吊胆 魂不守舍了 家属会不会被取消身份 然后被遣返 甚至被抓 中共官员们大多数没有法律逻辑 不可能不那么想 万一家人成了人质 自己是逃跑 投证美国 还是泄露机密 做美国间谍 中共官员们其实最不忠诚 混入党内 不过是为了升官发财 一旦有了风吹草动 他们会第一批背叛 文章调侃 在美国的大批财产怎么办 如果转移出美国 哪里更安全 转去加拿大 还是南美洲 欧洲 澳大利亚也不安全 说不定哪天就跟随美国 也实施制裁了 如果转移不出美国 转到谁的名下才安全呢 直系亲属肯定早就被掌握了 要不然就是表亲 远亲也赶快弄出国 现在去美国的渠道实在有限 眼看着财产要被没收了 好不容易弄出去 真心疼 哪还能睡得着觉 文章最后写到 钱丢了可能不是最大的事 万一美国公布了自己的名字 可就露线了 麻烦更大 不知道川普是不是故意的 选在美东时间下午宣布 正是中国大陆的后半夜 真是折腾了不少人 但无论怎样 川普的一席话 中共高层可肯定是睡不好了 恐怕还得开政治局会议 急忙商讨对策 中美在港版国安法上针锋相对 美国总统川普周五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 作为对中国当局强推港版国安法的反制措施 分析指出 香港唐独立关税区的优惠 制要面临四大直接打击 包括转口港地位不在 相关贸易及金融活动冷却 如其他西方主要国家跟随美国不承认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 香港要面临承受的冲击将会更大 昔日的光环如今正退去 据港媒报道 就港区国安法独立关税区地位一旦失去 香港面临四大挑战 美国一向视香港为独立关税区 这亦使香港特殊之处 简单一点来说就是 在贸易上与中国内地享有不同待遇 好像近年中美贸易出现纠纷 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或实施出口管制 但香港也不会受到直接影响 香港输美产品依然可以享受优惠的关税安排 依然可以在美国出口管制下购买敏感技术 只要确保无不当用途便可 但独立关税区地位一旦消失 香港这一切便会消失 每个香港小市民都会感到痛楚 报道分析 其一 香港转口港地位恐怕不在 香港没有独立关税区地位 意味香港作为中国 特别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转口港价值将大为降低 统计数字反映出问题严重性 在2019年中国内地有12%的货品是出口到或经香港转口 虽然比例上较1992年的45%已经减少了许多 但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大增 香港依然受惠于作为贸易中心地位 同时 香港有超过90%输往美国产品数转口货 香港没有独立关税区地区 这些贸易活动会急降温 最直接影响的是多达180万相关从业人员失去工作 其二 没有独立关税区地位 香港要购买美国高科技产品同样受限 例如以前香港可买到美国技术的超级电脑 日后未必可以 香港产业结构如何要向高科技发展会变得困难 其三 尽管香港服务业占GDP九成以上 但香港仍有少量本土工业 毕竟仍有产品出口 如没有独立关税区地区 剩下的香港工业会异常困难 其四 香港没有独立关税区地位 连连反应必然波及金融等行业 相应贸易及金融活动一旦冷却 对香港造成的打击将不可估量 报道援引专家的分析指出 美国今次反应迅速是要表明 有实际行动不是仅说说而已 更值得注意的是 如其他西方主要国家跟随美国 不承认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 香港将更加的危险 在川普政府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之际 由美国政府持有于72年 现为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宿舍的 南区受伤村道37号六栋洋房 近日秘密招标出售 市值估计逾百亿港元 有专家指出 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此时带头撤资走人 会引发各路资金效仿 据港媒30日披露 美国总领馆承认放售 寿山村道洋房估值百亿元 美国政府早于1948年 以31万5千港元购入该地皮 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强调 美国政府定期检讨其海外物业 表示这是再投资计划的一部分 分析认为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举动显示 总领事馆肯定知道制裁措施细节 评估楼价会跌 于是在楼市跌卖楼 更重要的是 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此时带头撤资走人 将会引发蝴蝶效应 在一片反对声中 中共人大强推港区国安法 当地时间周五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 此举在香港迅速引发了连锁反应 出发了挤兑外币潮 香港外币兑换店门前出现了挤兑外币的人龙 也有人把存放在中资银行的现金提走 转存美资银行 据自由亚洲报道说 中共港版国安法通过后 首天香港就弥漫着不安情绪 港元汇率下跌 随着川普宣布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岌岌可悲 地产也将承受到最大的损失 部分限聚于香港的外国人预计将会离开 估计同时把多达4785亿港元调离香港 这直接让港府的外汇储备减少14% 据该报道 一般香港市民也已感到前景不明朗 本周五上午 香港尖沙嘴 望角挤深水铺等地 街头找换店 有人等候兑换美元 居民李小姐说 她会把美元存放在家中 而不放在银行 从事银行金融业的江女士也表示 担心港币受到冲击 因为港币跟美元挂钩 如果这种挂钩不稳 那么港币汇率可能会大幅下跌 取消香港特别关税区地位 港币很容易受夹击 汇率虽然是跟美元挂钩 如果美元储备不足 港币的波动性将会非常大 同时有不少香港市民 从中资银行提走港币存款 再往美国或新加坡在港的银行 开设账户存美元 有香港的大陆学者表示 港人此举是对当下香港时局的恐慌性反应 一方面就是忧虑香港本地的经济 以及港币受到冲击 从而使得港币贬值 把手里的港币兑换成外币 从而起到保值抗风险的作用 另外由于港人普遍担心 中共强推国安法 使得香港的法律不再有效保护港人 所以很多港人在咨询考虑向国外移民 因此越来越多的港人舍弃中资银行 另寻开设海外户口 外界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对于对华政策重塑 是否涉及制裁中国经济与贸易 川普在周五做出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 与断绝同世卫组织关系的重大决定 同时没有推出如何对中国经济与贸易的制裁措施 多少令市场算是松了一口气 有报道指出 尽管川普在记者会上措辞强烈 我们的行动会很强且很具体 却未提到直接对付中国的实施细节 他宣布美国将展开撤销若干香港特殊地位的程序 却未说明何时生效 也没有提到有哪些可以豁免 川普还使言要制裁直接或间接参与 或侵害香港自治权的大陆和香港官员 但也没有点名个人 市场原本最担心美中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可能生变 川普却只字未提 路透社甚至用雷声大雨点小来形容川普的这次行动 知乎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专家史剑道表示 川普如此一来就不用约束要对中国做什么 至于对香港的政策说了等于白说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专家白明则提醒 川普的发源略过细节 但他措辞拉高美中之间敌意 更加深北京认为双方关系 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的看法 路透社分析 白宫也明白中国不会在香港问题退让 且可能展开报复 像是对苹果在内的中国有商业利益的美国企业设限 如此一来势必引发白宫更多反制 背后还有不分两党反中情绪高涨的美国国会相挺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在视频下方为我们留言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